大家好,我是吳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真厲害了 啊,危康先生就離世了 那個袁振俠無線那一套,黎明那一套 現在翻熱 竟然在Google裡面有很多人找,究竟是甚麼來的 因為他不是那個年代 我聽都沒聽過 我只是只有幾歲而已 是啊,那時候只有幾歲而已 這樣就看看吧,好像神神秘秘,不知做甚麼 名字又怪怪地,合作啊 是不是? 跟大家說一下,毅康先生圍繞身邊的新聞 請大家給我讚好,支持我們資料搜集 五文計Plaidron無廣告 很快啊 很快啊 毅康先生就說7月3號 就是蒙主重召 這個蒙師是甚麼意思? 一會兒可以解釋的 其實周維敏都可以配合毅康先生那些小說 是嗎? 是啊,因為毅康先生裡面有一套衛斯里說到頭髮 其實他曾經裡面有篇,叫做ABCD 甚麼是ABCD呢? 其實A是說穆罕默德,即是阿拉伯的伊斯蘭教 B是代表佛陀,C是代表基督,D是代表露子 所以呢,周維敏,他發文章出來的時候 都配合毅康先生其中小說的C,即是代表基督 Cristian 讀老子 沒錯,蒙師重召 在香港防癌會賽馬會 癌症康復中心安場離世 並不是在家裡離世 這個是由他的媳婦周維敏 就是說出來,是第一次說的 昨天才說 子女識婦,陪同在則,享年九十歲 就說,奉他們老爺的遺訓 不切儀式,不發任何哀悼的民眾 一切重簡 遺體已經在,即是過世後兩天 在歌連神國就火化了 火化了 女兒叫魏惠 兒子魏陣,識婦 周維敏就緊啟 兩天就很不同 跟平時傳統的,起碼都放回一頭半個月 之前是疫情關係 大家都知道,很多都是一切重簡 藝康先生,有些人說回他 其實生前有人問他 如果你死後想著怎麼搞啊 過世後會不會大搞 藝康先生說得很輕鬆 他說,不用搞那麼多東西,灑下海算數了 他說,買骨灰音又要幾十萬 說到笑笑,他在那裡 對他那樣東西 他說,你不要花買一些錢 那個人的心態是很輕鬆 對生死 他經常都說這件事 他對生死,總之不要搞那麼多 但感覺上,太快了 在內地有說過停屍有什麼作用 第一,過去醫院走落後 停屍三天可防止有假死的情況 第二,就是減低家屬的痛苦 他們絕對是很豁達的 老爺那時候 他說,死是必然的 他也有看他的說話 那時候金融過了生 他說,死是必然的事 然後,我記得 陶傑跟他說,你怎麼看死亡 他說,我也就肯死了 他經常都說 很快就死了 他對這件事,不是很秘技 人總會一死 那種態度 不秘技 是啊 他還說一些什麼老電波 神鬼那些事情 他認為靈魂就是老電波 他說,周圍很多電波 如果你有個電視機,你看到他 大家的頻道很適合 你看到他 他說他自己經常見鬼 他說他在這個 年輕的年代 那時候不是做公安嗎 然後,經常說見到鬼 然後被人抓出來 說他封建迷信 說他在宣揚封建迷信 拘捕他 他說,沒有 我真的說真的 真的見到鬼 他說,阿匡真的是這樣的 那...這樣吧 總之就... 這個就... 過去了 很快要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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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重選 是啊 是啊 我們說一說 無線重播 他那套原鎮俠 哇,這套東西啊 真是... 小小就看了 但比較轟動 現在的網民 哈哈哈哈 就是 一個很漂亮的李嘉欣 以及一個洪欣 其實兩個樣子都差不多 是 我覺得你現在的樣子 又... 再標誌一點 反而吳代勇的樣子 就差了很遠了 你想想 吳代勇以前年輕 現在變成那個... 臭雞那個 真的差很遠了 變成老人家 黎明我覺得也不差很遠 黎明啊 現在沒有那種硬的味道 臭雞的臭雞 但是樣子也是差不多 是 那麼... 他們現在就重播了 因為他們兩個曾經... 即是都... 一時佳話 又說什麼 這麼high的女人 嗯 哈哈哈哈 不知道誰叫阿洪欣 這個這麼high的女人 哈哈哈哈 有聲啊 看到他們兩個 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之間有聲啊 有聲 是啊 不是啊 很多網友在這裡重溫一些 在網上流出的對白 是 啊 他什麼 簽他回來把銀啊 蛤 很有力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些... 這些... 經常都說的 大家看到他 但是有人說 其實現在看回... 因為以前沒有那麼多網絡的東西瘋傳 是 現在看回爭一條女的 爭誰 爭誰 爭蔡小芬 是 爭Ada 爭Ada 那又不好 他一看到這兩個人 你懂得笑 要呢 代表年紀都不輕了 是不是啊 我真的恭喜你 真的恭喜你 真的恭喜你 不是 這些全部 一看到他的樣子 就已經有齊了那些字 字幕出來 有齊了畫面 這套畫面 這套畫面 話說回來 真的不知道幾年前 緣震俠 30年 起碼都... 緣震俠 30幾年前 我一直在說 今早 緣震俠 其實昨晚開始 在網路上 93年的 這套畫面 29年 93年 93年 那時候這套畫面 原來是九三 又是八幾 聲光陰陰的 是啊 我說了 你想想 這套畫面 現在 TVB 很多花彈 很多小生 是不是 但是舊時 這套劇 我自己的年輕 因為我們年輕人看 沒什麼感覺 哦 黎明 記得這些 李嘉欣 第二套也是張智林朱欣的 是啊 但是你想想 哇 原來 你看看牌場 哇 原來是很... 很厲害的 有什麼人 不是那幾個 有王菲 王菲也有的 是啊 我看《維基百科》裡面 有王菲 好像有 有的 有的 是啊 李嘉欣黎明 哇 每個都是獨當一面 這麼厲害 本身無線是播 男兄男弟 但是 艾康師兄 剛剛才有的 就是紀念一下 是 播出黎明主演的 袁振俠 雄欣和李嘉欣合演 這一劇就備受觸目了 劇中飾演一個叫藍玲的角色 戲份 就說是 什麼 不給大美人訊息 而且 在首集更比李嘉欣更早登場 就說雄欣當時 雄欣的樣子 大家都算是欣 一生不能藏二欣 是 他如果不是叫雄欣 我覺得他沒那麼紅 是 你覺不覺呢 其實他的樣子是普通一點的 如果你問我 他帶有福氣的感覺 他因為 這樣說 他比較圓潤 你遮住鼻子 其實像阿薩 是不是像阿薩 小小 阿薩的眉毛 沒那麼黑 沒那麼粗 那個年代是粗一點 但他的臉都是包包的 好像阿薩那樣 他圓潤 記不記得說什麼的 這套東西 熊欣飾演一個叫藍寧 就說是星相家 就修讀天文學藝術的 在這個舞蹈團做監督 在第十二集就被前男友 吳戴蓉 就是阿臭雞哥的年輕人 就是捉了 就注射一些冷血殺人犯的老細胞 其後第十三集就被王妃堆倒了 嘩 好刺激 你現在看的 很精彩的 很精彩 這些東西 都想看回 搞到我 以前這套東西很科幻 年輕人看是很科幻 我只記得他開頭那些 即每一次轉場的時候 有些神秘的氣氛的聲音 我只記得那些 總之煙幕啊 燈光啊 我只覺得這些 好像古靈精怪 這套東西 不是我們平時看過的那些東西 但是那時候我記得 那些人就說很好看的 那是不是關乎 因為是藝康先生寫的 那些衛斯理小說 所以大家非常吸引 以前呢 你看電視也有這麼大的Cast 其實他們那時候 都是當時最紅的藝人 都入了TVB做的 以前是靠無線 就去令自己的曝光度高一點 現在就 似乎是信息一些 我甚至看到 現在連港產片 都是末日 我告訴你 我今天看到新聞 不說你們不知道 有六部的港產片 六部都不過一百萬 最高那一部 誰做男主角啊 吳卓希 屠玉兄弟三 收七十一萬都敢死 真可憐 香港這半年的港產片就是這樣 不,他停了大半年 那倒是 那倒是 有很多人 再度育成 香港人留在家裡看電視 看電視 看電視 掉手機 沒辦法 在網上 你習慣了 你知道 現在很多 社交媒體 很多 真的 是雞精氣 我相信你也看過 大家都有機會看過 那部電視 可能一個半小時的電視 只剪到三分鐘 然後又旁敗 在那裏 那些雞精氣 那你看完 都不用看了 那部電視 我是郭阿末 今天是 類似的 是吧 講故事 那你雞精氣都煲了 在家裡 那你還有什麼電視 好看呢 你人 很有趣 太久沒出去 那個人習慣了 在家裡 哇 想去戲院看戲 有什麼戲想 都忘記了 有戲院 就說 真可憐 真的不說 開戲 好像 接下來有什麼戲 不是 最近很多戲看的 最近看雷神 看雷神 Minions 看那一隻 暫時就這樣 看什麼 蜘蛛俠那一套 我看了 OK的 接下來我都會看Minions 是嗎 就是你想想 不說 你會不會特地按去 看看有什麼場次戲 那你就會戲 戲 不是 但很多人都習慣了 沒有去看 究竟有什麼戲 所以你說 糟了 接下來那些 賀碎片 過期賀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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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擔心 他們一想 現在你宣傳 你說有什麼宣傳 你怎麼那麼擔心 你又不是投資方 哇 你整個市道 氣氛 留在家裡看完 鎮盒 留在家裡看完 鎮盒也對 好 我講一點 因為毅康先生 他的事跡 大家都會四處刮來看 看到有一篇文章 說 毅康先生 和作家的妹妹 叫逆書 他們差11年 原來20多年 是不來往 這20多年沒有來往 究竟是怎樣 為什麼呢 都很奇怪 你說沒有錢 有錢又不用欠錢 又不是欠身家 為什麼不來往 原來毅康那邊 即是他那一代人 有七個小孩 毅康先生是排第四 逆書是排第六 兩個都在文壇 非常出名 沒錯 兩個都沒有什麼聯繫 透露20多年沒有來往的原因 簡直令你吃驚 這些特別的人 始終有特別的 很特別 怎麼特別化呢 逆書 是不是 逆書還是什麼 問他 這個他他是魏康 魏康答 魏康說 最後的訪問 沒有什麼特別的 為什麼要阻止別人的生活 族人不明白 以為呢 找他是必要的 真的好笑 真的好笑 好笑的 所以他們想的事情 也是很有趣的 其實很懷念 這位長者 因為這幾天 大家都知道在網上 都流傳很多他這些訪問 我也有時候看到 魏康先生說的 那些事情 很得意 他的看法 其實跟某些人的看法 都一樣 我這樣說給你聽 如果你看到很多IG Facebook 很多美女 經常這樣說 有句話在內地 所以你說不看大陸的東西 你會少很多東西 他這樣說 好漢的皮囊 千篇一律 有趣的靈魂 萬女挑一 馬爾康先生 一定是有趣的靈魂 沒錯 非常有趣 大家可以在他的作品裡 彭調一下 這位偉大的大文豪 他有很多作品 有時間你追 你一輩子都追不完 Facebook 你要追完這位司理 下次再談 拜拜